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 桑普论证 希望大家继续 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 利用Superfansive Function 赞助货金给本人 多谢大家 我们今天继续讲一些中国的新闻 中国新闻最重要的是 2月5日有一件触目的事 就是美国现任国务卿 Antonette Blinken 无论是否追民主党 左派政府都好 这个是代表美国的一个国务卿 那他就会访问中国 那俄乌战争和McCartney Captain McCartney 众议院的议长 共互党席的议长 McCartney访问台湾成为焦点 同时特朗普会不会和他同行呢 有人这样吹 但我认为机会未必很大 OK 除非特朗普很执意地这样做 其实他都没有那么必要地这样做 那我觉得呢 就是McCartney单拖 访问台湾会成为一个焦点 那大家知道呢 美国国务卿的布林肯呢 就预计2月5号呢 就访问中国了 那这个也是2018年以来呢 首次有美国国务卿呢 访问中国 那上次2018年呢 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 Mike Pompeo 就是Pompeo 我认为世界上 应该是历史上 美国最好的国务卿 但无论如何都好 現任国务卿Anthony Blinken呢 将会2月5号访问中国 那白公国安会表示呢 布林肯将会和北京讨论俄乎战争 有分析认为呢 美国总议院议长 布卡锡是否访问台湾 也成为双方会讨论的议题 那这个大家要摸底 但我再说多一次 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以前这个 这个 当时候 美国总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民主党籍的 访问台湾 是不需要白公的批准的 无论 拜登和这个Nancy Pelosi 是否同属于民主党都好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 绝对不需要白公批准 白公是需要配合 而不是需要批准 今时今日 McCarthy 同样的 无论哪个政党都好 访问台湾 也都不需要 得到 Blinken或者拜登的首肯 绝对 不值得讨论的地方 OK 无论你Blinken 和这个中国 讨论什么 就是摸底作用 摸完底 照去 我想这个机会极大 那当然 政治就 压一分钟都 压长 细事与其局身 很多东西 未必 那么 顺风顺水的 但我们可以肯定 这件事 布林肯的重点 就是在于摸中国的底 同时看一看 美国是否真的 想给中国一个快乐第三人的机会 让它尽快结束俄会战争 这么笨 还是要尽快结束俄会战争 主要枪头来摸完底之后 骗完它 哄完它 之后 专心对付中国 这一点才是我们关心的焦点 美国国务卿 Anthony Blinken 将会在2月5日至6日 极有可能访问中国 路透社透露 美国白公安全战略沟通协调官 将John Kirby 就是1月30日指出 去年8月2022年的8月 因为中国抗议 当时是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訪问台湾 美中之间一系列的会谈 是被割置的 其中涉及军事和气候变化的议题 John Kirby说 Blinken将会寻求 重启上述议题的讨论 即是军事和气候变化 军事 浪费 虚虚假假 真真假假 以如我诈 有什么好说 气候变化 左交议题 今天上次被中国共产党 在套牢 在玩你 这件事有什么好说 John Kirby就说 我知道他期待 能够讨论这些议题 当然我们亦都与其 国务卿此行 将会谈到俄乎战争 即是吹风 预期他会谈及俄乎战争 意思就是说 这一场战争 究竟是不是要拖下去呢 那大家会不会再说 中国是不可以支持俄罗斯 港多都浪费 实际上的支持已经存在 已经有证据显示存在 军事援助未必有证据 但非军事的援助早已经有 那你是不是要stop它 是不是要制裁它呢 是不是次级制裁呢 你又不敢做 那所以我说 美国现在总统做些什么呢 油泡琵琶搬遮面 搬一些东西 医院帮的做法呢 其实呢 令大家都觉得相当狐疑 究竟今天美国 抗中的热情有多大 认为既要和中国做生意 拿钱 又要既竞争又合作 激烈竞争又激烈合作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就是激刺人 这个就是完全不明白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所导致 在这件事之前呢 俄罗斯的官媒塔斯 借塔斯的报道呢 俄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 俄中两国今年将会 进一步提升和促进两国政府的关系 俄国既是这样想啦 他现在被人打到呢 残杀那样 就是想拿着救命的说法 就是习近平习猪头 OK 俄罗斯中东普京已经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春季 正式访问俄罗斯 而这个星期二 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呢 有俄罗斯的记者问 俄国媒体传出 中国国务委员王毅 将会2月20日对俄正式访问 而中方并未被证明的回应 很明显的就是有一位教授这样说 俄罗斯有求于中国 相信俄中的确有谈类似的事 俄罗斯在做势 放话给习近平要跟普京见面 我认为俄罗斯是要让中国没有转换的余地 的确是如此 就是想套劳中国 丁树范表示 俄乌战争 台海议题 以及中国被美国芯片 晶片 禁令 就是 链着条颈的问题 就是叫做科技所候的问题 将会成为 Anthony Blinken 访问中国的主要话题 能源合作 气候变迁都是次要话题 那当然 俄乌战争是重要的 究竟美国是愚蠢蠢像学者那样 就是Gentlemen那样 真的冷静地和他聊天 还是局中有局 想套劳他呢 我们拭目以待 他说呢 中国和印度是俄罗斯石油的两大买家 而购买石油的资金 让俄罗斯继续维持基本的经济运作 如果中国不买 美国也能够要求印度去跟进的 将会对俄罗斯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除了俄乌战争之外 大家知道呢 这次会面是绝对不会漏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 McCarthy可能访台的问题 但我个人认为 说这个问题浪费的 我再说一次 美国是三权不立国社会的一个政府 美国的行政部门 Antony Blinken 国务卿 是不能干预立法部门的 众议院议长 McCarthy 是否要绑问台湾的问题 这件事是两件事 那么美国媒体 《杯酒》《酒杯新闻》 Punch Bull News 日前披露 美国五角大厦的 军事的情报部门正在计划 默卡锡出国访问的早期阶段 默卡锡今年 遲些可能会访问台湾 未宣布日期 拜登政府官员 预计默卡锡 将会春季某个时间 访问台湾的 是不是这样 拭目以待 我们也冲心期待 那么 会不会仿照 Nexi Pelosi 访问台湾 早上有关的预防措施 这些观众分歧是会 我想不会有big surprise 甚至中国今次 会不会再射飞飞弹 扬成新的一场 军事演练呢 我就不认同 这个是军事危机上一次的 8月那次 8月要那次 我不认同是一个 所谓第四次台海危机的 因为事实上 没有人感觉到有危险 危险你不认为感觉到 就不是危机 无论它事实客观上的危险 不及得上主观上的认识 这个是我们对于危险的 基本上的认识的 所以无论如何 我不认为是一个台海危机 而我想这次更加会 tune down一下 因为呢 中国如果这样做的话 第一 它浪费自己的钱 浪费自己的精力 第二的话呢 也都令到它和美国复和的心呢 基本上是祸下调 那你如果 卡石一定要訪问台湾 中国 其实可不可以和美国断绝关系呢 是不可能 所以中国更加会奉远 所以说呢 当中国形势被人弱 它跪在那里 挨猪打都愿意 当中国形势被人强的时候呢 它得势不要人 一定将你打死 这个就是丁鞋 这个就是中共 这个就是杂猪头 OK 这一次呢 今年呢 我们要看下去 究竟会怎样做 那对于麦卡锡 可能访台的时间 一般预测会落在今年四月 美国国会休会的时间 那今年三月 中共将会召开两会 那中共领导人杂猪头呢 将会尋求权力 完全合法性的基础 那这个当然是行例如意 没有什么什么尋求 这个就是show show is a show stage and already orchestrated OK 即是哪个时候演的 为什麽呢 完全定好 this is just a show to reaffirm the already verified facts 这个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 没有什么卑之无甚高论 那可以这么说呢 这一样东西就是说呢 同时中国也会进行重要人事改造 那么 那么 合理推估麦卡锡访台时间 很可能在两会之后 分分钟是四月 那如果在两会之前到访 可能要事情无法收拾 我觉得不会无法收拾的 你可以怎么收拾 中国你打台湾 你打的限你二十四钟头之内打 不打你就是猪头 猪蜜 猪兜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打嘛 那你有什么用 你可以当我回去台湾之后打的 我给你二十四个钟 给你二月尾 你二月尾 你不打 你就猪蜜兜 你就猪蜜 你猪头 有什么用啊 讲那么多 说这些什么台独分子 什么势力 什么什么港独 台独勾结 那一大堆东西 那你又不打 你又不真枪实弹打台湾 你又说我挑衅你 我就说你看死你 你根本打不到 难打仗 打败仗 就是杂猪头的猪蜜 的印记 毫无疑问 所以一世人跟着你 你就难打仗 打败仗 那所以去到未来 你会看到 就是更加 这个无论是 这个 布林肯会怎样说的 俄国战争会摆上来都好 麦卡锡房台是怎样 麦卡锡房台这个议题 是假议题 俄汇战争是真议题 但是究竟美国 是说真的 虚中又实 实中又虚 而形幻影 令人看到不到 你美国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还是愚蠢蠢 好像一个 Honest的一个 Frank的一个学者 那样 一个Professor 那样 跟人家讲道理 我觉得很不必 你做传道人 做教授不必 这个是黑社会 你要跟人家玩虚实之战 这一点 才是真正的动机 另外一单新闻 就是中国企业持续收购 美国的农场 引发美国国会的担忧 中国企业近年大规模 收购美国的农场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农业占地 已经由2010年的8千万美金 上升至2020年的18亿美金 由8千万就是0.8亿 去到18亿的美金 相当大的升幅 而美国国会的议员也呼吁 国会要持续通过法案 强化美国自身农业的供应链的人性 就是supply chain的resilience 降低对于敌对国家 例如俄罗斯和中国对他们的依赖 才能够确保美国人民的粮食安全 大家知道这一点是美国非常思考重心的地方 2月1日 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尔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在举办线上的研讨会 会上哈德尔研究院的研究所的研究员 对美国国会共和党的众议员 Austin Scott进行了专访 Austin Scott在专访中重点关注 中国企业在近年大量收购美国农场的问题 Austin Scott表示 如果不约束中国企业大举的收购行为 将会危害美国国家的粮食安全 Austin Scott说 食物安全的定义是国民有充分的营养供给 美国人民享有这一项安全已经很多年了 相比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 美国人民一直以来都以相当低廉的价格 购买到粮食 除了农地收购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隐患之外 中国对于美国农业技术的窃取也是一个大问题 Austin Scott认为 中国企业不单在美国收购农地 而这些企业也都会收购 涉取美国的技术 就好像种子以及农间时需要用到的化学物品一样 我们依赖这些种子在美国种植作物 中国很聪明地对这些技术进行收购 而中国企业收购农地的确令我们担心 但是让我们更担忧的是 技术被收购影响到农作物的生产 如果我们的收成量不如以往 食物供应就会成为大问题 Austin Scott认为 美国花费了很多纳税人的钱做研发 才能够有今天的农业科技成就 因此美国需要更加防范相关技术外流 对中国这些敌对国家的 Austin Scott也提到 美国国会在2022年通过了促进农业保障与安全 Promoting Agriculture Safeguards and Security Act PASS的法案 这个法案禁止中国等美国敌对的国家 收购和投资美国的农地和农产品企业 Austin Scott就说 我们不需要价值利益与我们不同的国家 好像中国拥有美国的农地 不过Austin Scott补充说 美国法律对于 糧食安全的保护上 未涵盖肉品的生产 尽管这项产业有被中资大量收购的情况 如果中资企业决定停产 他们就会伤害到美国 他表示 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强化中小肉类产业的人性 让美国的農产肉品的产业链 不会过度依赖中资的大型企业 另一方面 New York Times报道一名叫做 浮丰集团 浮丰集团 中国企业计划在北达科他州 North Dakota建造一间粟米加工厂 这个工厂的预计建地将会靠近 大福克斯空军基地 Grand Fox Air Force Base 对于这件事 美国空军助理部长警告 这项建设对于美国国家安全 造成有重大影响的近期和长期风险 目前这个建设处于暂停的阶段 而美国空军助理部长 并未对具体风险做详细的解释 外界推测 美国空军可能认为 加深和中国经济联系是不明智的决定 有些人就估计 这个工厂轮近美国空军的基地 美国军方担忧这个工厂 可能是应用来偵测美军情报 但是浮丰集团强烈否认这件事 越否认就越说给大家知道 真是新有史 此地无银三百两 就是这样说的 另外除了美国之外 德国也要硬起来了 也不是硬起来的 迫着要说一些 擦枪走火 那些直输空益的说话 而这些直输空益的说话 就发觉到更加清楚了 因为德国很多的网站 下面留言 被中国的屁民五毛网民围攻 以德国的事官反民 你敢不敢评论中国政府删除那些 德国人的留言 这件事是对的 因为昨天 德国驻华大使馆 官方微博发帖 反思本国纳粹的罪恶行径 大约引来了中国网民的冷嘲而奉 今天德国肯去反思 纳粹时代的事 虽然德国现在很左膠 但起码他会反思 希特拉这个极左派 讲多一次 极左派不是极右派 有很多些愚蠢的人 甚至有些思虑不周的年轻人 认为这些极右派 其实这些极左派 看清楚纳粹党的全名 你知道什么极左派 OK 所以你看到 这些引来了中国网民的冷嘲热奉 而德国驻华使馆 才有表示 德国有言论自由 但言论自由有界限 会删除不当的评论 并反问中国网友 是不是有批评中国政府的权利 引得对面啞口无言 苏联人以前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我很有自由 我可以在这个 克里姆南宫前面在红墙那里 大骂美国总统列根 OK 那问题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大骂 你的苏联的领袖呢 这个才是检验到你的标准 你天安门可不可以大骂 拜登 布林肯 蔡奇呢 戴奇呢 如果你可以 OK 可能可以 但是呢 你这样突然大骂 不是有组织这样骂呢 分分钟都被人抓的 都不知道搞什么 但是你骂 习近平 蔡奇 你不是骂这个李强 你骂所有这帮这样的人 行不行呢 你试着骂一下 看结果是什么 可想而知 那你想想 德国看到 你们中国人 我们德国人反省着 对于纳粹的罪行的时候 你中国人 其实有没有反省过 关于毛泽东的罪行呢 我千几年代 当时候 陪一个德国客户出差去到审阳 去到一个次级城市的本溪 在辽宁省的 有很大的毛泽东铜像 当时很夜很黑 旁边的街灯都不是很亮的 接着有德国人问我 他说 喂 为什么中国人还要这么大的铜像 放在这个地方 我就跟他说两句话 第二 第一 我不是中国人 旁边有个中国人 有个女生来的 你问他 OK 那女生的无言以对 对不对 有什么好说 中国就是这么垃圾的一个国家 它全部的人 并不是是未觉醒 那么简单 也觉醒了 但是它装睡而言 装睡而言 你永远叫不醒一些扮睡的人 我就是跟大家说一次 你永远叫不醒一些扮睡的人 在台湾很多人浪费 出去游说说服中国国民党 不要那么亲共 你永远 我再说一次 你永远叫不醒那些扮睡的人 有犯法抓他们 没有犯法排斥他们 没有犯法排斥他们 这个很清楚的 因为这个不能在这个这样的折骨眼上面 去做一个所谓的宗教式的游说 宗教式的感召 有些人不是扮睡 他真是猛的 你可以游说他 这个没问题 但你那些扮睡的人 洪秀柱 夏立賢 是吧 这帮这样的人 你觉得可以 陈玉珍 吴思怀 还有朱立伦 马英九 你可以跟他说 这些可以游说他们 你浪费了 是吧 1月30日 德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文件 都90年前 纳税在德国的掌权 对犹太人以至世界犯下的可怕的罪行 这个帖文一出 引来中国网友的冷嘲液碰 而有网友评论说 现在德国又支持乌克兰纳税 他说希特拉是民选的 即是说 奉刺民主 奉刺支持乌克兰纳税 第一 希特拉能够掌权 不是纯粹由民主选外出来的 是有的地方夺权 清登堡的世世 他夺权产生的 当然 当时的人民是不是支持希特拉 是 所以我都说了 民主只是罪不坏的制度 重要的是宪政 而希特拉委坏的不是民主 希特拉委坏的是宪政 委坏了宪政 任何的民主没意思 而之后没有选举了 这个就是希特拉 还有网民 在这个评论区中大致批评 德国政府 在俄乌战争中向乌克兰提供 十四台德制尼奥帕的坦克 你批评他做什么 是不是你和俄罗斯 Stand with Russia 和他站在一起 中国的水洗都不清 德国驻中国的大使馆 官方微博帐号 今日发文回应 声称会删除不友善的评论 这些不友善unfriendly的comment 这些comment 完全要删除了 帖文写说 我们信仰言论自由 在德国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 写作或发表自己的见解 没有审查制度 OK 官媒还要反问 不友善的中国网民 每个人都可以思考一下 这些有关德国的不友好的言论 你们是否可以用来评论中国政府呢 同样道理 可不可以将同样的标准 来抽称中国共产党 1949年的PRCCP政府呢 你们没有这么胆 证明到你们 整班人都是装睡的垃圾 官媒还要反问这一点 看得到德国驻华士官强调 即使在德国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 任何因为种族 膚色或是胜存向而贬低他人呢 先用仇恨或者暴力 以及否认淡化 甚至为大屠杀辩护的言论呢 都会被删除 这些没关系 就像我本人 不像某些人 有些人很骄傲的 他不会删除任何的一些comment 我告诉你一次 我会 OK 因为这个等于我家一样 我这个这样的forum 是我自己开出来的 是我的私人的资产 你在我的地方 comment like share 我当然欢迎 也希望大家用这个地方交流 有很多我未必喜欢的意见 我都保留你 但是你如果说粗口骂我 你如果人生攻击我 将put words in my mouth 带风向 或者你用这个地方去搞其他东西的话 第一件事删除你 屡见不鲜 或者觉得严事太严重 block了你 这个是我说得出会做得到 这个绝对是没有这么制裂的事情 你可以大公文每部东方日报写的 你不一定在我地方写的 但你记住 我是有权这样做的 OK 你都有权在你自己开的facebook 自己开一个youtube blog 也都没问题 this is freedom of speech 我现在给我写的事情 不给你在我这个地方 撒尿 即是冲入我家里 摘我的花 破坏我的砖头 撒尿在地方 还说撒屎放屁 你说我什么结果 拿一枪八卦你 不过我不会杀你的 赶你走 这个基本原则 这个解释一出 德国的解释出 绝大多数中国网友表示赞成 而这个铁文评论区中 热度排名第一的回复就是支持 有网友感概就说 真是很少看到有血有肉 不含乎其辞 这样表明态度的官方微博 还有网友讽刺说 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内政惠惠惠惠 对他国的重拳出击 事实上的够如此 更加有跟帖说 国人的自由 只能够在攻击外国一切时 得到体现几百个评论 没有人敢回答大使馆提出的问题 这个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自由亚洲的记者都发现 不单止是德国驻华大使馆 官方微博评论区下 不小不有限的评论 里里出现 中国网友更加在美国驻华大使馆 官方微博评论区里面 对美国事务示意批判、漫画 甚至对美国官方进行人身攻击 我建议全世界自由国家 无论是德国也好 欧洲所有国家也好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 纽西兰、韩国、日本、台湾 看到这些网友的评论 记住删铁、封锁 这个基本原则 那些是善人 你不需要将这些战畜的屎、尿、屎、 放在自己的block里面 因为这个block是我开的 是他们开的 是大家开的 私有的同道开的 今次问大家 还必要去包容这些呢? 这个不是tolerance的问题 这句 don't dump rubbish 泰文叫pull bell into my courtyard this is my courtyard ok? 我会誓死守卫我的 courtyard 我不喜欢的话 block and dispel 这个是很基本的原则 那希望大家 明辨是非 守活风险 我们下一次再见